泰国二王子玉树临风 五官像集了72岁泰王 实力吊打提帮宫 马哈国王是个肆意潇洒的君主 年轻的时候拼命风飞 就是想让自己多子多福 但是事与愿违的一点是 到了晚年还是无人可忧 泰国王主的位置至今空选 43岁的二王子 是海外四字中最有野心的一位 不光时刻关注泰国王室的局势 并且两次返回曼谷 与瓦达王妃也跟着沾光 大摇大摆回到曼谷探亲 跟粉丝和民众友好互动 如今的二王子已经人到中年 但是状态依旧很不错 宛如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白马王子 年轻时候的马哈颜值很高 毕竟父母都是俊男亮女 二王子的长相自然不差 访问曼谷的时候 二王子一连更换了多套西装 玉树临风的样子真是帅气 不少细心的读者也发现 二王子的五官像集了马哈 简直就是一个母子刻出来 必然是亲生父子 与瓦达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四个儿子抚养长大 如今都事业有成 继身为美国上流社会的精英 此番二王子回到曼谷 显然是带着任务来的 并且也得到了马哈国王的支持 一下飞机的时候 王室就安排安保人员 全程保护泰国二王子 由此可见 泰王已经回心转意 至少有一根海外四字是好 二王子就是一块敲门砖 最为蹊跷的一点是 前脚怕公主刚刚倒下 后脚二王妃一脉就重新回到大众事业 与瓦达被冤枉了28年 现在总算是有了平凡的机会 回到泰国后 受到了民众的欢迎 现在的二王子 已经是美国知名律师 事业有成能力突出 即使不返回王室 也能够过人上人的生活 只不过二王子有更高的追求 希望可以冲击王储的宝座 并且为二王妃一脉蒙福利 王储大战已经打响 二王子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重新返回孤独 就像小说里复仇的王子一样 这次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二王子有能力也有信心 反观提帮工的状态 实在是令人堪忧 至今还是被学习障碍症困扰 连字里都是个大问题 更别说管理偌大的泰国 所有粉丝都为提帮工捏一把汗 二王子在社交平台上透露 即将开启第三次归国之旅 还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马哈国王虽然没有明确表态 但是允许二王子回来 并且派解了大量皇室工作人员 其实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王室专家安德鲁爆料 马哈私下跟二王子约饭 相谈甚欢 关系破云 虽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沉默 但是至少放松了管控 给了二王妃一脉回归的希望 思蕊范的态度也很反常 不光没有跟母亲会面 并且还处处在太王面前表忠心 表示愿意支持提帮工 二王妃一脉起心协力 有望成功简陋 提帮工则遭遇严重的威胁 马哈是个理智的帝王 虽然宠爱提帮工 但是关于王位的人选 还是会慎重考虑 之所以把二王子接回来 就是要支持和重用 或许未来泰国王室会大变天